總理杜魯多今天在北約峰會後宣布 加拿大將制裁160名俄羅斯上議院成員 並實施新的出口禁令 蘇漢文報導 總理杜魯多今天出席了北約領導人峰會 他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加拿大制裁的俄羅斯人將會再次增加 同時還會對向俄羅斯出口某些商品和技術 實施新禁令 來限制他們在烏克蘭發動戰爭的能力 為了不正確的壓力 為了扣除了160名俄羅斯的聯合國 他們在推動和使用這個不正確的攻擊 將加拿大全的人跟布洛 被扣除了964名俄羅斯人 杜魯多表示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 繼續為烏克蘭提供更多致命武器 加拿大現在面臨增加軍費的壓力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-騰貝格表示 盟國已同意在6月提出迅速增加國防開支計劃 有分析指出增加軍費開支 對聯邦自由黨政府來說可能很困難 自由黨已承諾投資新的牙科及全民約保計劃 來換取新聞駐黨在夏議院的支持